1月6日 李香连发两条动态 晒出王世玲的血针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王世玲身穿黑白蕾丝吊带裙 手带黑色网纱 妆容精致 双手前摆 凹造型 镜头中有一男子的手 正在调整她的头发 桌子上摆着合发和菜品 显然工作人员很忙 没时间吃饭 拍摄场地很大 王世玲换了多套衣服 有好几位工作人员为她服务 有的做造型 有的比对纯色 后面还有一群人 场面很壮观 王世玲的发型也有新突破 从黑长直变成了卷发 显得凌冷而精致 搭配她的服装 散发出发式慵懒的气息 让她看起来更加成熟 王世玲对自己的造型很满意 在工作人员忙碌时 她在现场四处走动 自拍玩乐 李香还晒出了王世玲的一张成品照 她穿着黑白蕾丝裙 戴着帽子 站在紫红色的背景前 照片上还有光影效果 很有气势 被网友说像李香 此外 王世玲还设了一套黑金小香蕾套装 配上红色的包和鞋 戴着华丽的帽子 虽然还没看到成片 但相信一定很精彩 网友纷纷赞叹 你大十八遍 对此你怎么看呢